将幼儿教育融入地方乡土文化 在吉安乡浩克艺术村延长展旗的仙界村长博 吉安博宫整起庙特展 日前攜手国立东华大学幼儿教育学系 举办吉安乡土文化系列体验活动 计较和分享 规划博宫您好神主题绘本及特教 遇上客家文化的闯关活动 期盼带领百位幼儿在游戏中认识客家文化 在吉安乡浩克艺术村的仙界村长博 吉安博宫真奇妙特展 获得好评延长展旗 这次将特展内容延伸为乡土教案课程 日前攜手吉安国小 国立东华大学幼儿教育学系 举办吉安乡土文化系列体验活动 继教案分享发表会 近百位的大学生带领幼儿亲子 在游戏中认识客家乡土文化 所以这个活动我们大概规划了一个学期 那这一次我们设计了两个活动 一个是幼儿园的闯关活动 那目标是 方法是用我们所谓的幼儿绘本 融入在闯关活动里面 然后借由这个绘本的教学 来介绍我们吉安很特殊的一个博工文化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在现场里面 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小朋友 特别是荣和教育里面 所重视的特殊幼儿的小朋友 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老师 从幼儿教育 特殊幼儿教育的一个观点 来带闯关活动 那感谢吉安相公所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将东华大学的幼儿教专业 融入我们地方教育文化的推广 那希望以教育的一个观点 来将吉安博工的文化 融入我们的教学里面 然后带给我们现场吉安相地区的一个小朋友 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东华大学幼儿教系将乡土文化 融入特教学习 整合成教学方案 规划了博工宁好神主题绘本 以及当特教遇上客家文化 十亿客庄相遇吉安闯关活动 邀请民众在游戏中感受视觉 肢体障碍者的生活经验 期盼多过学术与在地创生跨界合作 打造地方文化特色 推展了灵奇式环境 大小朋友一起享受 共融共学的乐趣 接着掌方验吉安相报道